视频的开头先和大家闲聊几句 我总说炒股分两种人 一种是爱钱不爱股票 这种最好不要炒 因为你不会去研究和学习 迟早都是要输光的 另外一种人是既爱钱也爱股票 怎么说呢 乐在其中非常重要 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您认同我的观点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今天我会出两期短视频 一期就是这里关于未来汽车NIO 另一期视频将会稍后推出关于特斯拉 主要是内容非常重要 全网独家且看且珍惜哦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关于NIO 财报之前我在多期视频就告诉大家快去买 而且一旦价格达到了15就立即止盈 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是这么做了 现在财报出来了 和众多的其他企业一样 一份如预期中一样的好的财报 却带来了股价大跌 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为何我要给出风险提示 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汽车的股价大幅下跌 尽管该公司此前公布了好于预期的第二季度业绩 财报中一大堆数据这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按下暂停键自己去看看 我这里就讲重点 总的来说高于分析师的预期和我之前视频中所说的一样 交付超过一万台毛利率首次实现转制 不过未来汽车整体仍没有盈利 今年二季度的研发经费相比去年有大幅下降 原因是去年ES6上市之前进行大量测试工作 但与今年一季度相比 二季度的研发费用仍然平稳增长 CEO李斌表示 市场需求仍然强劲 该公司目前正专注于增加产量 准备在9月份开始交付起最新车型EC6跨界车 他的其他利好友 一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支持电动汽车相关举措 未来汽车在中国国内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从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提振未来的股价 第二 同时由于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危机 爱国主义营销活动 购买国产商品会使未来在中国国内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之一 第三 随着近期特斯拉的重新成为热点 中概股电动车中的理想 以及今后的小鹏的IPO 会带动未来的股价随着板块效应有所提高 总之这是一个出色的季度 并且业务前景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 本期视频的重点来了 如果您购买了未来的股票 提醒您注意以下风险 未来汽车今年以来已经完成的三笔可转债 投资者均为无关联的亚洲投资基金 累计金额为4.35亿美元 可转债的持有人 有权将债券转换成公司股票 从而成为公司股东 这会导致公司原股东的股权被严重稀释 发行可转债 手续简单快速 不需要评级 也不需要路眼 在美国发行可转债需要两至三周的时间准备材料 而发行普通债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亚洲投资基金购买未来可转债的价格为4美元不到 因为当时未来汽车的股价也是4美元不到 略高于可转债的价格 在可转债到期前 债券持有者有权在今年9月5日后 以3.5美元的价格全部或部分转换为公司A类普通股 这是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NIO汽车的分析师都忽略了的这个重要问题 这是一笔巨大的数量 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如果您高位买入 当然不排除有好心的投资机构或者其他人来继续接盘的可能性 但是从概率上讲 您会面临比较大的投资风险 我这里只是善意的提醒 大家也就是这么一听 从长远来看 NIO还是非常出色的公司 除此之外 尽管未来的市场份额以及产量在不断扩大 目前还是处于生产一辆车 每卖出一辆车就亏钱一辆车的境地 最新消息 针对网上出现的8月中下旬 终生免费换电权益将有重大退坡一事 未来汽车表示 目前终生免费换电政策没有取消 新买车的用户依然可以享受免费换电服务 这个对于投资者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表示未来在这块业务方面将继续亏损 我的话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中等级的风险提示 我其实对后市的方向也没有什么把握 涨了自然好 但万一破位下跌的话 短期内就比较难以回调 半路加仓的和福音博的 可以考虑减一点仓位 仓位一低 自己的心理压力也会减轻 就我个人而言 财报之前制定的12以下买入 15以上出手的预期基本完美 如果重新入手 只做短期拨断 没有价格之导 因为价格必须根据相关的板块和大盘的情况 实际做出调整 当然不排除机构会拉高出货 所以短线高手也可以继续炒作 大家要自己小心了 风险和机遇我都告诉你了 如何操作那就自求多福了 最后说一下 汽车产业的变革分为四个阶段 电动化 智能化 网联化和共享化 目前行业依旧处于电动化阶段 竞争重点仍以电池技术 续航能力为核心 特斯拉和未来的前途都是非常光明的 离它们的最终爆发仍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最终会由市场给出答案 下面顺带回答网友的一个小问题 一开始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后来问的人多了 我在这里就简单回答一下 这里我们把阿里和腾讯一起讲 就我个人而言 目前持有的是美股中的阿里巴巴 和港股中的腾讯 原则来讲 港股的阿里 腾讯和美股中各自对应的ADR会联动 因为可以互相转换 所以我个人觉得选择港股或美股投资区别不大 只是投资渠道的差异 在估值角度 美股和港股市场之间的差异不会太大 如果出现价差 就会有人在中间做套利 最终还是会弥补这个价差 我个人比较看重股票的流通性 因为美股阿里巴巴ADR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其流通量比阿里的港股大很多 所以我目前选择持有美股中的阿里巴巴 而与之相反的是 美股中的腾讯公司的交易是在粉担市场 成交量和流动性都比较差 所以我目前选择港股中的腾讯 如果您是短线炒作 可以优先考虑港股 这是由于深港通 护港通 恒生各种指数 或者明年也有机会 进入蓝筹指数等各种资金的带动下 或许今后港股股价会带着ADR走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推测 总结一下 投资哪个市场不重要 最终看的还是企业的基本面 股票的价格最终取决于公司基本面的价值 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 两者差别不大 以上仅仅是我的个人一些观点 和大家分享 另一期视频会稍后推出 是关于特斯拉的 主要是内容非常重要 全网独家 敬请期待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希望大家来个三连机呀 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同行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